當波籃球快信 星期三早早NBA常規賽上演多場較量 其中英隊將助陣主場迎戰無私 對陣雙方目前都在東岸富家賽區內 只不過英隊近期表現更加出色 連續在主場贏球 而且迎來新主教練都有不一樣的新面貌 這次繼續看好英隊主場取得勝利 另外音直播屆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英隊在近日更換了主席 擁有資深執教經驗的斯尼達接手球隊 本場比賽將是他現場指揮英隊的首場比賽 斯尼達作為著視多年的主席 而且帶領球隊在西岸頗為激烈的競爭中 多次進入季後賽 他執教水準是得到認可的 而在上場 特雷陽格臨完場前完成精彩的運球擺脫 而且命中准絕殺兩分 幫助英隊擊敗了藍網 前者連續兩場主場獲得勝利 令球員的士氣得到提升 目前英隊31勝30負 剛剛超過五成的勝率排在東岸第八 想升到前陸直接進入季後賽 其實並不是不可能 畢竟藍網的陣容已經大不如前 雖然還有3.5個勝場差 但英隊現在的目標就是衝擊前陸 英隊本賽季主場戰績還算不錯 錄得17勝12負戰績 近期連續主場作戰 有利於球隊提升勝率 反觀毛斯近期演出實在麻麻 球隊戰鬥力不夠 本場比賽英隊不會放過取勝的大好時機 毛斯的警方就大不如英隊 球隊最近迎來一波兩連敗 戰績變為28勝32負 只是位於東岸富加賽區末尾 而且隨時會被公牛超越 雙方目前同戰績 最近這段時間 毛斯的球員古斯馬 巴特利比爾等人的發揮頗為低效 雖然兩人有時能夠打出不錯的得分數據 但是他們的命中率有些慘不忍睹 在全明星之後 並沒有看出毛斯向上競爭的勢頭 反而球員的狀態較為糟糕 這個令球迷擔心他們可不可以進入富加賽 去增一增貴後賽的資格 值得留意的是 毛斯本賽季面對東岸對手時戰績 只有15勝19負 而作客就是14勝19負 與此同時 毛斯過去三次面對鷹隊都遭遇失利 有見及此毛斯今場空多吉少